认真办公来自奥地利的Albert 30多年前以工程师身份首度来台 如果你看到35年 第一次来台医疗 今天我们有200医疗医疗 我们有370或380医疗医疗 整个国家 台湾是在世界上最高的医疗医疗 如今Albert不仅定居台湾 还成为医学集团资深副总裁 回忆起对他的印象 总是令人竖起大拇指 因为他可以看得到台湾有未来 从70年代能够投下这个他的carrier 他等于是把他的人生给台湾 这个是我们要给他一个赞叹跟鼓掌 台湾人对外籍人士的友善 让他倍感亲切 不过刚来到台湾是逢中美断交 当时民众对美籍人士气氛紧绷 Albert就常被误认为是美国人 他们认为我们是美国人 当然我们不是美国人 我们是美国人 但是他们在那时还没有看出差 但他们在那时还没有看出差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文章 我自己写在中国文章 我从澳洲 我从台湾里写在外面 在台湾里写在外面 该国 泰国 韩国 甚至新加坡 会选择落脚台湾很重要的原因是 当然是美国人 如果有35年关系 有朋友 有好朋友 在公司 有好朋友 在客户里面 还有好朋友 还有好朋友 我现在也在台湾里面 光Albert亲自操刀安装的大型医疗器材 就有数十台 也间接见证台湾医学进步与发展 在台湾人才不断外流情况下 Albert毅然决然深耕台湾 未来也希望跟工作伙伴家人 持续在医疗领域共同打拼